英雄联盟里边上胆 我还在演上胆 不就跟NBA中方差不多吗 就是自己单独一路 也不怎么跟周围队友配合 起码初期差不多就是自己呢 独守一路 自己这个战线的就是顶着对方 也是上胆这个 防守这块就防住对方 就这样就如同篮球比赛当中的中方球软吗 我进攻呢就是打篮下 绝大部分中方传统中方 进攻就是打篮下 防守这块呢 绝大部分那个传统中方 我就定了对方的中方法 对方中方在地位着的话 我争取通过自己强壮身躯跟他对抗 所以眼中就只有彼此 这个跟篮球比赛当中 中方球软很像 中弹呢就是小前方 因为小前方 他防御能力比较强 摇摆范围广 中弹的特点不就是上下 他都得需要自己穿插几点 跟队友之间紧密配合吗 哪块差一点我自己去补 这就有点像小前方 他甚至能够从一号位摇摆到五号位 所以中弹就有点这种特点 打野的话 打野你要说得分后卫还不太像 因为得分后卫明显是AD系 AD系他是射手 特别像得分后卫 主要的输出点就指望他 你看往往一支球队 他得分产量最高的 在传统的篮球观点当中 一般是得分后卫扮演这个角色 大量的输出都在指望他 DPS的主要执行者 所以AD系就有点类似于得分后卫 那你要辅助呢辅助就是组织后卫 组织后卫他的特色 就是辅助几队的第一得分手 让他们更好的完成自己的使命和任务 而这个辅助呢 他自己的职业定位 就是让周围队友打得更好 提供一种团队的正向棒 这就是辅助 打野还真是 我看了几盘之后 我就明显发现 这打野的作用非常非常大 这打野如果说实力强 因为他主要执行的就是 一个类似于PK协作 当然他还没有那种首个路线的任务 就主要是PK 必须得是特别能强攻这种 他那个呢 就是明星级别的大前奉 我感觉 就打野你不能太弱 打野如果弱的话 那就这个局势啊 一般来讲也不太可控 就他这个角色呢 得有强攻能力 同时也得是攻防一体 尤其这个游戏智商必须得超高 要不然的话 你没法执行 打野这个角色任务 你光自己闷头跟他打不行 得具有这种战略感 同时呢 单兵作战能力又得超强 综合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要求极高 我感觉这打野应该是特别重要 打野 打野你要说是行为篮球场上的大前奉 我感觉还不是特别准确 因为大前奉 他不是每个人都扮演这么重的职业角色 这打野职业角色相当重的 那就只能说是理解明星级别大前 你比如说谁啊 坎加特或者说 志姆阿多特昆博 就这种级别的大前 就比较类似 那个英雄联盟当中的打野 有点类似 视野本身也得好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